这是我们商琼民权基地的番茄 应该是元月底2月初定值的 今天是7月15号 已经全部结束了 你看基本上不管了 上面零零星星的会有一点番茄 基本上不用管它了 因为你现在这时候 你找工人采摘的成本 摘的番茄还不够他们开工资的钱的 所以基本上就结束了 这个是用重炉袋做的无土栽培 大家拔一颗 看我们这个番茄 这几个月总是结了多少果 就这一颗吧 实际上刚才稍微拔了一下以后 这个是非常好拔的 因为现在已经干了 都没有浇水的 但是你看这根系 白根 这都几个月你看这白根 还非常好 是吧 所以说这根系这块无土栽培 它最牛的就是因为这根系好 这就是为啥是我们始终的坚持 推广这个无土栽培 它的好处太多了 因为你像做这个无线收场型的 这种作物啊 最担心的就是早摔 你根系好的话还会早摔吗 是不是 看一下 从根部这个位置 到整个顶端 有大概三米 让我们看一下总共是几层管 这是第一层管 这个我是看一下 是吧 第一层 这第二层 明显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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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啊 第三层 这 第四层 这个 第五层 第五层 这个 这个 在这 第六层 这个 第七层 这个 看下来 第八层 第八层 这 这个 这个 第九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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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第十层 第十层 十层 上来 这个 第十一层 这个 这个是总共接了十一碰果 你平均下来一碰果三个番茄呗 什么概念 这个产量怎么样 事实大于雄变的 通过这一块以后你都知道 才有这种低成本的无土栽培 他这个 投入低 产生高 新价比高 他的好处在什么地方 这样子看出来了 所以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